人人~~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忍者必須死啦 上一次我們就只有看到前面的故事嘛 那今天就要給他來打完了 絕對不是因為要隨影片的關係 絕對是因為... 故事9是這麼的精彩 所以我們就是要分分PP的慢慢給他看完喔 因為他裡面基本上是全配音的啦 所以我就是盡可能的話 都會讓大家聽完全配音這樣感覺喔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好不好 哲平是要隨影片什麼之類的 沒有這回事喔 然後這邊大家如果能幫哲平收集戰友這邊 可是我覺得我這邊的戰友都還蠻猛的欸 就是大家其實都打得還蠻不錯的啦 只是大家很少人在打3v3齁 都很少人在打3v3 但是我有很多基本上都已經滿了這樣子欸 但是這個冷魂馬啊 我其實也不知道去哪裡輸入欸 應該這個是那個吧 就是重新玩的玩家 然後一開始不是會有那個什麼人魂的輸入嗎 應該是在那邊輸入吧 所以你是那個... 你是已經是舊玩家的話 應該就沒辦法輸入啦好不好 所以那應該要重創帳號或什麼之類的才可以喔 哇 官方就是要用這一批來拉新的人的感覺 應該是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我們的目標就是把我們的營銷 好不好 營銷的動畫劇情 我故事劇情給他看完了喔 看一下究竟 利不厲害 有沒有一些不錯的組織要出現之類的喔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今天就來繼續打一下我們的外傳關卡啦 好不好來看一下 昨天的話基本上是個消失的情報嘛對不對 那今天繼續看下去喔 哇 冷村爆了 哇天啊不要啊 不要妖喔不要妖喔 雅雅 欸 欸 欸 小菸出來了 可是雅雅沒有配音欸好可惜喔 好可惜喔 雅雅沒有配音 喔 喔 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是媚控啊各位 我們沒有我們沒有誤會他 我們上一集真的沒有誤會他 他真的是媚控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是媚控啊 哈哈哈哈 我沒有大愛 只是忍村被武士 對了哥哥你怎麼會在這裡啊 所以你有接到了信件 那你怎麼沒給我回信 我還以為 喔欸完了 不會吧 嗯 嗯 就在我想再次聯絡你的時候武士就衝進了村子怎麼了 難道你回了 喔 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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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準白幹掉了吧 完了完了完了 沒想到武士居然會對了當務之急事盡快和準備隊長他們會合 按照現在的情形看暗之森林的行動肯定是個現行了 對對對 我看 我們已經在4天1 你對 我回到 點刀 誰 誰 那個人是誰 哥 你要小心餒 有妹真好喔 倉雅你也一定要 什麼意思 等一下 什麼意思 欸 欸 什麼意思 等一下 莫非 哇 倉雅人氣這麼高是嗎 是這樣子嗎 欸 倉雅人氣這麼高喔 我都不知道欸 然後這關打贏的話好像可以直接拿到那個 又是那個營銷的裝備喔好像還不錯 倉雅 電電師三碗弓喔 又發現了倉雅的秘密了各位 滿滿的秘密啊 喔 這數字會斷欸 這是新特技是不是 好棒喔 這應該是鬼頭吧 真的 失罪頭妥喔 來了來了 讓哥哥來制裁你啊 他彈道好像不太一樣 127 127 127分啦 右上角才是真正的攻擊的那個 力道這樣 完了被打到一下 沒有無傷了 這個雷弓好像還不錯欸 自動追擊攻啊 好像還還蠻強的 蠻帥 欸這個 這球球很麻煩欸 所以不要再回彈了嗎 完了完了完了 要拿到三星必須要小於五四還是幾四吧對不對 這尷尬啊 不是我們的攻擊力好低啊 怎麼這麼低 來了 貓頭鷹 我很喜歡他的那個嗚的聲音 這超防禦欸 這很帥欸 這很好玩欸 差一點就要空大了 完了我們傷害真的很低欸 哈哈哈 只能靠武器跟大招來打了啦 我們應該 還是可以三星吧應該啦 只是不能無傷而已 因為我記得我好像只有 只有中到兩次招式 水啦好不好 那貓頭鷹真的還蠻帥的 蠻喜歡的 不是 是貴族 陰陽師 准 准白吧 准白啊 准白哥哥你怎麼可以這樣 開始前行 有有有有三星 nice 還行啊 准白哥哥你怎麼可以這樣 哎 喂就沒了吧 還有吧 林中鬼影 哎沒了欸 沒了嗎 啊 哎 啊很想要再看更多欸沒了居然 哎呦 居然這樣就沒了 哇 可惜了可惜了 哎他 他的故事真的是很吸引人欸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看 但是我真的覺得 做得還不錯啊 好我們這次拚個無傷吧 然後重點是我們發現了好不好 小葉跟倉牙 鬼鬼的鬼鬼的 好不好 哎沒有啊 他之前好像本來就喜歡倉牙了吧 就是在那個禁止那邊的時候 對不對 哎倉牙真的電電吃三碗弓欸 好爽喔 我記得在那個禁止那個地方的那個地方好像就有血 所以小葉跟 倉牙是 應該是小葉喜歡倉牙吧 我覺得倉牙應該 就那個 就就就大概就是這樣了 這關要無傷的話是不是有點難 是不是只能從 從上面跳 OK 我只希望我趕快來個大招啊 求你了 哎幹完了啊 啊 哦沒了 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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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沒了 可惜 他那個球球跟那個就是酒瓶啊 就搭配真的是 還蠻機車的啦好不好 大家有沒有一次就直接無傷通過的咧 下面留言讓大家覺得 你帥一下吧 讓你帥一下 主要是因為我們這邊的傷害是頗低啊 18 手禮箭才打1299而已 然後他有三條血 重點是也沒辦法帶寶物或什麼之類的 大概要存到大招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大招那邊開起來的話應該就會輕鬆不少 然後不能不能貪 不能貪標啊 手禮箭不能每個都去撕啊 不然很容易出事 然後呢武器能開就盡量趕快開一開 武器能開就開一開了 嘴巴 身體裡面怎麼可以藏那麼多那個酒瓶啊 好扯 下屎差點出事 下屎差點出事 換過來了啦 我以為百分之百的 難怪有人說他其實 其實是那個好不好 北溪喔 欸乾 空大 空大 空大了啦 白痴喔 再打一次這一次應該可以了好不好 我覺得他開大的時候一直狂開那個 貓通一直出去飛的話 其實傷害也是頗高欸 你看我剛剛只有開個幾次其實傷害 沒那麼想像中那麼高但是 你一直開一直刷一直開一直刷的話 還蠻爽的啦好不好 這個營銷的話是還蠻爽的 對啊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有沒有目前來說已經有人滿命了嗎 滿命了可以分享一下他力不厲害嗎 還蠻想到滿命之後的那個 招頭硬或左牆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慢慢的累積我們的碎片 對了 他其實昨天講過了他就是一個三連跳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還算是行好不好 因為他基本上是三連跳再加一個空局 一二三然後往上飛有沒有 所以等於是三連跳的狀態啦 這個還 三連跳再加漂浮 來命的如敵 喔~~ 我而而而而而而 大陸的嗚聲真的很好聽喔 我要嗚上 啊 欸 NICE 可以啦 行吧行吧好不好 OK 開始前行 啊故事就在這邊結束了 真的很可惜 所以啊沒有問題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呢 大家覺得這次故事後面到底會怎麼樣發展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想法 那你覺得這次故事如何呢 我是覺得真的還蠻讚的啦好不好 只是可惜那個 只是可惜好不好 沒有後續了 但是 至少知道了 小葉真的是很喜歡蒼牙呢喔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小葉跟蒼牙的故事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好不好 那邊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喜歡品牌見囉 大家掰掰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